客家电视台女孩上场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多年来透过举办 儿少优质节目五星奖 鼓励国人制作优质儿少节目 随着多媒体时代来临 以及儿少乐听习惯改变 今年将扩大增见 同时不限国人自治 希望借此鼓励各界 制作更多优质的儿少节目 过去的儿少节目 其实只有传统电视 那我们现在呢不是只有传统电视 我们加入了一些串流影音的平台 像OTT这样的节目可以进来 我们还加入了最近非常红的Podcast 过去其实刚刚讲只有奖励电视 没有奖励声音类 那因为Podcast加进来的关系 所以我们把广播也放进来了 把广播也放进来了 所以除了传统电视以外 它就多了三种不一样的 这个奖励儿少节目制作形态的 这一些传播媒体 那另外呢除了这一些以外 我们比过去22届来更加重视分零这件事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台湾的节目形态里面 并没有说这个很明确的要求标示 说你是几岁到几岁去逝零 大部分都好可能全年龄都可以看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分类里面 从零到六岁 七到十二岁 十二到十七岁 因为十八岁已经修宪通过他成年了 所以十二到十七岁这样三个不同的分组年龄 希望制作节目的形态可以自己更严谨的 更正确地把他的目标的年龄族群给标示出来 秉持我的节目由我做主 美观从第二十届儿哨节目五星奖开始 举办儿哨评审赔力营队 来自全国各地的儿哨 在两天的营队课程中 除了了解媒体内容如何产制 也透过评审节目让儿哨发声 那我们招募的对象里面 特别注意几件事 第一个性别要平衡 就是这个性别上面 不要只有单一性别 就不能少于三分之一 第二个是区域的 现实的 尽量能够如果有不同县市报名 我们希望都能够招募进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城乡差距也好 或是不同的地区 小朋友的看法可能会不一样 那第三个是我们有保障一些新住民 还有一些身心障碍 有特殊的儿哨的名额 这样多元的儿哨组成的 才有办法去评出多元的优质儿哨节目 那我们这两天的应对里面 就是跟小朋友们上一些节目 怎么制作的 他怎么产出的 好的节目应该要有哪一些的元素 小朋友应该要在选择 这个节目的时候 对他基础的媒体素养的知识是什么 那之后就会有 我们的对付的这个大哥哥大姐姐 带他们一起讨论出来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问小朋友 你们上了这个一天半的应对 自己要讨论出标准 就本届要评出儿哨节目的标准是什么 他们就会有这个标准 有这个标准之后 他们会跟大人们 老师们的评审一样 一起看完这个节目 选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 这个活动的过程里面 我们没有一个小朋友 没有一个孩子是不发表意见的 这是我看到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是 每一次都欲罢不能 我们都一直场地要演要演 讨论非常热烈 第三个是 这些小朋友们很棒是 他们事后还会再联络 所以这个议题其实是会延续 那我们更高兴的就是这个产生的影响力 就不是只有为了这个 虽然是为了儿哨节目评选 作为开始 但是这个并不是结束 我们觉得这是意外的收获 小朋友之后还会持续关注 然后还会再参与这个讨论 为了扩展资源 近年来 美观更与企业合作 推动各项工作 而长期推广媒体试读 关注儿哨媒体环境的中佳集团 今年也持续赞助 支持儿哨节目五星奖活动 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过去常年跟中佳媒体集团一起努力 来推动包括社区 以及高中老师 高中学生在这个媒体素养 推广的教育 那因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推广 或者是媒体政策的改革 媒体产业环境的提升 是无法透过一个NGO来独立完成的 我们需要跟企业 需要跟政府 需要跟关注媒体议题的 不同的社会力量一起结合 然后各尽所能 然后能够希望促进这个问题的改善 第二十二届儿哨优质节目五星奖 报名截止日为六月三十 儿哨评审裴莉莹 截止日为七月五号 欢迎各界踊跃报名 关注儿哨优传播权 制播更多的优质节目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导